上集提到本台獎我準備試珍珠丹 但原來珍珠丹相對地不太多地方有 今次特地住在台北車站附近 又剛巧讓我發現附近珍珠丹 我不試也不行吧? 珍珠丹在香港都有分店 不過我還是未試過 正如我上集所說 我本身不太喜歡喝珍珠串奶茶 覺得珍珠硬刮刮 又賺到肚子很飽 但今次來到台灣試真正的珍珠之後 原來真的感覺很不同 喝這些黑糖珍珠串奶 你一定會看到它很分明 即是奶、糖、分明 他建議你還是搖勻它 我現在先攪拌它 珍珠丹的黑糖珍珠 原來超大一點 真的有彈牙感過 如果你說跟幸福糖 幸福糖是熱辣辣 入口很舒服 但沒有那麼彈 我明白為何是珍珠丹 它的丹是特別一點 主要你玩那個鮮奶 這個就像平時 你沖奶茶的糖的奶茶 但是我覺得 反而喝下去 暗福糖的黑糖鮮奶 我覺得是奶到舒服一點 暫時兩間比較 如果你是喜歡吃珍珠 就肯定是珍珠 但酒不太 如果你是喜歡喝一些比較舒服的東西 我覺得 幸福糖是 我自己個人喜歡幸福糖 多一點的喝法 不過有些人喜歡喝甜點 有些人喜歡喝滑點 有些人喜歡喝滑點 其實沒有什麼風劍有忍的 問題是在於 你驗掉那顆珍珠的Q彈 但不太高 真的要很Q彈 真是珍珠丹 又在我們視角地圖的時候 STARBOOK不用說 這裡是新光三秒 大家已經知道 新光沙律在哪裏 如果不知道 台北四人新光沙律在哪裏 都不用說下去了 這邊 大家是不是很熟口麵 就是那個糧品牛肉麵 我上次吃 說不一般地那間 不過我都可以 原來上一次我已經錯過珍珠丹 因為裏面 看得不清楚 我們走前一點 這個位置就是珍珠丹 我初以為它是珍珠丹 一年多集介紹一些 香港都有的台灣美食 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後 非常非常肚餓 食又有 不同類型的飲食又有 現在搞到我自己看一段影片 都很想快點去台灣 希望我們可以盡快去到台灣 我留了一件事未說 還有這個蛋卷 這個海邊酒粥蛋卷 我相信已經很多人都認識 現在在香港賣貴一倍 來到台灣當然是賣原裝 我記得幾年前 已經有香港的朋友 去台灣玩的時候 就送了這個海邊酒粥給我 我第一次吃進口 嘩 這個海邊酒粥 我自己心想 我來餐台灣一定必吃 因為我是一個花生醬狂迷 它這個花生醬 全部塞進口 這個效果 加上它的蛋卷皮很厚 嘩 我這個一定吃不停 今次來到台灣 我見到海邊酒粥的門市 二話不說 衝進去掃貨 我先去掃貨 其實那隻蛋卷之外 真的很貴多東西吃 我其實對他們的了解 真的只有蛋卷 但他的蛋卷已經夠贏 這間的服務非常好 他幫我們做退水 其實是昨天已經買了超過兩千人 但之前的同事人忘了幫我們做 但他現在的前方幫我們做退水 原來是省得一元一元一元 但我覺得他們的服務態度很好 好了 今次真的完了 大家上來吃多點 飲多點 就算這一刻去不到台灣煮都好 都可以繼續留意著 我們做什麼勁電視 繼續給一些旅遊資訊 你們望回止開 真是拜拜了 拜拜